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会免落差太大了吧 这当然我刚刚就讲嘛 如果主帅的人气不够强 主帅的这个吸票能力不够强 那小鸡为什么要跟你 这是当时国民党推出来是史料未及的 他认为侯友宜出马 一定是各方都吸过来 因为之前大家都希望侯友去帮他辅选 大家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去 现在你需要大家的时候大家也不来 就这么简单 当时你有人气 在新北市拿将近六成的支持度 每个地方希望你帮他去站台 席面如今都不去 这个不行 那个不好 那个底不太干净 那个跟我的口口不太合 都不去 呵呵做事 你人家求你的时候你不去 现在你要求人家 你的腰杆弯得越晚越困难 你在7月 你认为说7月23号 全国党代表大会 好啦就算给你过关了 党代表通过正式提名以后 这些地方的诸侯 这些地方的投人就会 自己就会来投怀送抱 你在想我跟你讲 你等到7月23号 你已经是过了奈何桥回不了头了 你非走到底不可的时候 你一跑去跟这人讲 人家不能出国吗 人家不能你到南投我到屏东吗 你到屏东我到新北吗 不巧 你不早讲 我到你新北你现才来 不好意思 我一定有行程 对对 不行吗 要找借口 随时都有借口 想要见你 立刻就见你 你越晚见 人家越不想见 为什么 声势没起来嘛 大家真的认为说 侯友宜在7月23号 国民党党代表大会 开完正式提名之后 侯友宜的声势就会一冲 冲回39%吗 那当时不是说真招吗 现在侯友宜因为还没有要选 所以他支持度不高 等到朱宇伦唯一一征召 侯友宜的时候 他的支持度就会扶摇直上 做直升机冲到第一名 各位 一个多月了 结果也没有 这越掉越低啊 越衰越惨啊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侯友宜没有人气 侯友宜的缺点完全曝露 拉到南投这个 林明珍是讲这样 我觉得我越听就觉得很故意 高级酸啊 高级酸啊 就是说 哎呀 侯市长 别在意啦 别人都说我林明珍很在意 你没有帮我服选 害我选述 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 对 这个事情对你很委屈啦 那是我自己不好 自己不努力 我选上害你遭殃 真是不好意思 这叫高级酸耶 这就跟习近平讲一样 中国真的很有钱 跟习主席没有关系 是我们中国百姓 自己不够努力 所以我们现在很辛苦 所以习主席你受委屈啦 一样高级酸嘛 我告诉你 这种讲法在中国 这边抓起来了 你敢酸习主席 那侯友宜 你知道他尴不尴尬 超尴尬 我拍摄 我拍摄 哪里讲三次的 我拍摄 如果你坦荡荡 又怎么好拍摄了 对啊 你就自己不努力嘛 对 你就自己选不好嘛 你自己就不够实力 害我倒霉 对不对 就怪像谢龙一样 那个选不上的 不就这样子吗 真的拍摄 侯友宜真的拍摄 如果今天侯友宜 民调是第一 他会说我拍摄吗 他会说我不好意思吗 他会去跟金小刀低头吗 他会去跟这些投人握手吗 如果侯友宜 还是跟当时征召之前 刚刚选完新北市长 那种人气 那种高支持度 我告诉你 现在侯友宜跟现在不一样 没办法 天不从人愿 对不对 朱立伦千算万算 真的没算到这点 或许朱立伦早就算到了 征召的同时 就是你完蛋的时候 侯友宜现在 真的还等7月23吗 你等7月23号 我告诉你 7月23号 突然间万佛朝中 全部归向我 我又冲到第一 当时不是国民党的立委 赖斯堡这样讲的吗 侯友宜 等到党内部大会 冲到35% 我们就所向披靡 对 那如果冲不到 冲不到就完蛋了 所以说 现在 我认为侯友宜 应该慢慢想到一件事 他会慢慢希望 郭台铭出来 因为郭台铭出来选 说不定侯友宜 还可以变第二 对 因为他分掉 柯文哲的票 对 如果郭台铭不出来 侯友宜还真的是 稳稳当老三 他那个便当是 越吃越耍 老三越做越开心 所以现在侯友宜 心想 郭董你还是独立参选吧 这样的话 我说不定可以第二 是 来观点怎么观察 南投这个部分 侯友宜去了 没有碰到何顺丰 当然何顺丰是 立场鲜明就挺郭嘛 再来林明珍家族 在当地 他们影响力有多大 到底侯友宜 有办法整合吗 我的了解是 林明珍当然还是很在意 说真的 对于林明珍来讲 他本来政治上面 延续的关键一意 在这个南投的 头二选区的补选 其实说真的 不会因为侯友宜去或不去 影响选情 但是去或不去 四个县市首长 从蒋万安 张善政 卢秀燕 到侯友宜 四缺一这件事情 代表国民党挺林明珍 不团结了 侯友宜当然这件事情 难辞其咎嘛 那背后其实跟何顺丰 也是联动的 虽然说何顺丰 现在已经退党了 现在无党级 当然可以出国 可是熟知南投 正情人都知道 何顺丰跟林明珍 关机是非常麻吉的啦 长年以来 其实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面 何顺丰的这个情绪 可能也是因为林明珍 当时侯友宜 没有帮他这个选前职业站台 跟他保持距离 所以这事情都是联动的 我一直在讲嘛 选举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南投看起来不团结 就是有仇报仇的典范嘛 接下来我要讲 就是说蔡振元跳出来说啦 说七月份的时候啊 如果民调侯友宜还输啊 深蓝可能会含泪投柯文哲 我稍微看法跟蔡振元有点不一样 我观察到的情形是哦 就尤其在我的选区里面 当然我们跟选民在互动嘛 有深蓝的也有深绿的也有中间的 我觉得深蓝的选民 过去这三个月有一个很显著的改变 大概在三月份的时候啊 当时深蓝的选民都说 会啦我们一定会支持侯友宜啊 虽然他们会摸摸一下哦 虽然他当过阿扁的警政署长 但没关系 他很会做事 但现在六月份问哦 其实很多深蓝的选民已经改口了 他们现在不用等到蔡振元讲了七月啦 现在已经改口 他们直接都讲说 侯友宜我支持不下去 我会改支持柯文哲 然后我就进一步问他们为什么嘛 我就再来记录一下 就是第一个是 其实韩国瑜这个韩粉不爽 我觉得对他们这些深蓝的支持者有影响 我问他们的那个接受资讯的来源 很多都是看到一些韩粉或挺韩网红的一些影片 我觉得有影响到他们的对于侯友宜的支持度 接下来就是说 侯友宜我觉得最伤最伤的一件事 还是他到台大跟政大 跟这些学生答非所问 然后互动起来 说真的 旺不是人君啦 就是你无法独立回答问题这件事情 我觉得确实很多人会觉得恨铁不成钢 那当然第三个 很多深蓝的支持者没有讲的秘密是 说真的 侯友宜的血统不透纯正啦 包含他比如说他的省级啊等等这些事情 那只要一点点理由 可能就可以讲说 我不支持侯友宜了 那这些因物全部都串在一起 加上之前很多地方的力量 也都没有处理好 我觉得当然是他选情 雪上加上的原因 最后我要讲 就是说 现在侯友宜面对一个最大的困境是 本来大家认为柯文哲民调未来会往下掉 是因为柯文哲无法在全台湾七十几个选区 都提出具有代表性的立委参选人 就是你能想象吗 很多的选区强的还是国民党候选人跟民进党在竞争 柯文哲就算提的候选人 可能会比较边缘一点 在绝大多数的选区 可是因为这一个状况 本来大家认为说 你到选举后期的时候 母鸡是要靠小鸡背的 很多立委选区下去在撑到底的时候 立委是要过半的 所以立委会反过来变成说去扛总统的叫 很多地方总统名义上过去之后 带去了美光灯的焦点 可是地方这些支持者是立委叫来的支持总统 本来这样中底下是侯友宜有优势 应该往上 柯文哲会往下 但是最近很多的改变 尤其是很多的立委国民党参选人 已经四处的在讲说 我们最后也许会找柯文哲来站台 甚至柯文哲也不在乎这件事 柯文哲你看 他去接受广播采访的时候 被问到说 像邮淑惠啊 你可不可以去帮他站台啊 柯文哲直接讲可以啦 然后邮淑惠讲 我当然要四方英雄好汉来支持啊 我们要下架民进党啊 就这一套论述 如果变成是国民党的主流论述 就是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 要侯友宜站台 也要柯文哲站台 变成主流之后 柯文哲的名字就不会往下了 因为在地方 某个立委参选人他的场子 然后明明上面挂的是 跟总统参选人 国民党的侯友宜联合竞选总部 在现场来柯文哲 柯文哲说 不不不我动算 现场的支持者 难道会讲说 这个立委动算就好 我不支持柯文哲 我去支持侯友宜 因为如果支持游淑惠的 然后柯文哲来 那我就投他好了 对不对 是 侯友宜反而只能做到平衡了 可能有一个场子是柯文哲去 有一个场子是侯友宜去 搞不好柯文哲还比侯友宜更受欢迎 那这个状况底下 本来很多选战专家评估的 因为没有组织战 柯文哲民调会往下 这件事情就不成立了 而这样子最大危机 反而是侯友宜 柯文哲最近呢 提重启服务 让自己陷入了错乱 更小了 他先否认又承认 然后再骂人 那时代力量立委 邱显智呢 就这个炮轰柯文哲扭曲历史 他说台湾人应该要唾弃他们 那立法院民伟我们看到 当年的太阳花学运的发言人吴珍 他也就翻出过去的记录 他就说 那时候柯文哲是医师 对于两岸服务的这个表态 怎么现在变了呢 那为什么会变了 请教瑞德哥 现在柯文哲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想法 既然当初是反的 为什么现在又要冲击服务呢 因为很简单 那么柯文哲现在的 他的民调呢 那么大概是坐二望一啊 那本来这个稳居老三的状况 被侯友宜给打破了 所以柯文哲现在在尝试 要如何那么制造 吸收更多的这个票 那么在过去呢 柯文哲这个2014年的时候 靠绿营的票当选 所以呢在2018年 他也是靠一半的绿营的票 才能够这个连任 那现在呢 因为他一直攻击 尤其在三年的疫情期间 一直攻击民进党 一直攻击蔡英文 攻击苏仁昌 攻击这些人 所以呢 他的光谱 以前的绿营大概 现在支持他人 为夫其为 他的绿营的仇恨值 大概是第一名 全台湾第一名啊 所以他往 这个蓝营的这个部分前进嘛 所以他现在 之前没有那么大 为什么现在攻击能量那么大 因为很简单 他要往蓝的部分 把蓝的部分给掠夺来 如果你侯友宜够强的话 事实上柯文哲办不到 那因为再加上 郭台铭自己本身呢 陷入一个到底要选 还是不要选的一个 这个等于说暧昧期间 所以这部分的投射者 对侯友宜跟朱立伦不满的人 当然都往柯文哲去 所以他是虚的 他是一个倒金字塔 虚的 什么意思 如果郭台铭这边 一旦有所动作的话 可能马上就移转过去 那如果侯友宜这边呢 比较强一点的话 可能没有像现在那么弱的话 可能也会拉一点过去嘛 那所以他必须要 这个等于说下重药 下猛药 下猛药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个东西事实上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十年前不客气说 柯文哲如果没有服帽的话 没有反黑箱服帽的话 他怎么可能当选会 那个时候的台北市长 对 他是太阳滑雪运最大的受益者 讲白了 请问柯文哲在现场 投入整个活动 有多久的时间 没有 事实上都是要稍微做一下 稍微抗议一下 稍微怎么样 后来就跑到大甲正能工去 这个等于说绕境了嘛 但问题是柯文哲 一再的发言 一再的形象 都是跟所谓的太阳滑雪运 绑在一起 收割了 没有错 他是真正收割 人家说掛条 真正获得最大利益的人啊 如果说太阳滑雪运的太阳的话呢 他就变成那颗大太阳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柯文哲效应 外衣效应 整个出去了嘛 你要知道柯文哲外衣效应 不是你柯文哲都有魅力 我想坦白的 在2013年以前 柯文哲也承认 没有民进党 柯文哲根本不可能 赢得台北市长的大选嘛 对 那问题来了 那十年后 他为什么突然间改变 十年后 不好意思啊 世大运的时候呢 这个所谓的两岸一家亲 然后再加上现在 惊吓大乔还记得吗 然后呢 跟说中国的关系 他跟中国的关系 就很奇怪 就是他骂中华民国 台湾的领导人 在像骂狗一样 不是动不动 狗狗狗 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看过 他骂中国的领导人 还是中国的什么事情 狗狗狗吗 没有啦 柯文哲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但有时候他太过聪明 太过自以为是 我在这里就直接讲 柯文哲一个 自以为是的事情就好了 他到这几天还在讲 他说这个所谓的 福茂事件 他没有这样说 说是内部在讨论嘛 内部讨论以后呢 流出来 请问是谁流出来 他说有人渗透 请问是谁渗透 他这样的论调 如果不是有人 你们里面的人 你自己民众党里面的人 大嘴巴讲出来 故意讲出来 我们外面的人怎么会知道 他这样的一个论调 这样的一个行为 对不对 跟他十年前有什么两样 十年前在选举的时候 2014年不是说 他们里面的行动 他们里面的动作 见谁 都会都被国民党知道 所以怀疑被装确定器吗 还记不记这个事情 请问后来抓到没有 没有啊 从来不自我反省 这也是为什么 他会像昙花一现的 最主要的原因 现在呢 柯文哲当然就是一切的否认 都怪这个绿营 包括什么作假新闻 然后放狗咬人 然后讲不过人 他就说 那你为什么不把 给停掉呢 所以讲不过 就开始呢 东拉西扯 然后把所有的通通 把他这个全盘打破 但问题是 过去他是靠年轻人支持的 那现在又讲重启服贸 难道不怕年轻人的支持崩盘吗 冠婷你怎么观察呢 我觉得柯文哲这一次 服贸的这个议题 对于他的伤害 可能会远远超过 我们所有人 甚至柯文哲自己的想象 柯文哲他惯用的伎俩是 他会把一个新闻抛出来 或者是放一个讯息出去之后 测风向 而测完风向如果不对 那再回来转移其他焦点 其实这一次是完全 一模一样的情形啊 柯文哲他感觉风向不对了 他改而讲说 你们绿营媒体一条龙的 在做假新闻 可是他被穿帮了嘛 他在回应这件事情的时候 讲说这只是我们内部讨论 这件事情没有确定 逻辑题 民进党的态度很清楚 我们没有跟中国要签服帽 甚至货帽的必要性 所以我们不会讨论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要做 柯文哲你有要讨论 你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对我们的态度来讲 你就是在评估要重启嘛 如果你没有评估要重启 你怎么会需要讨论这件事 这是逻辑问题 再来他应该当一个负责任 政治人物 他应该要告诉大家说 好我今天要重启 假设回到服帽 我们到底哪些产业会受益 我们哪些产业会受伤 受伤多少钱 我们政府如果你柯文哲当总统 要编多少预算 来补助哪些产业 他全部都不用讲 他只要把这件事丢出来了 然后后面 大家仔细的一件事 就是他讲放狗咬人 然后你就把所有批评的人 都当成是狗 然后他的发言人可以上节目 去讲说狗很可爱 我觉得这个真的 我觉得选成这样真的是太楼太楼了 如果他没有讲放狗咬人 我们都已经忘了 柯文哲以前他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做了多少荒唐事荒谬事 观众朋友你们还记得吧 柯文哲当台北市长 英国的交通部长来拜会他 送他了一个珍贵的怀表 观众朋友啊 柯文哲当年是怎么讲的 他说破铜烂铁 我把他拿去卖掉 弄上国际新闻 这件事情搞到最后台北市政府被迫道歉 今天这个放狗咬人 我认为柯文哲应该要诚恳跟大家道歉 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被当成畜生这样子骂嘛 所以这个是水准的问题 一贯的做法 撤风向 风向不对 转 转不过去骂人 侯友宜过去的几年来哪一次不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侯友宜也面对一样问题 因为 侯友宜现在加码 对 他说未来中国交换生留台就业 解决缺工 我觉得超扯 这个是比过去十年前的服帽要更加的 更进一步 更加码 如果大家看到十年前 当时ECFA 后来的服帽的缩帖 国民党政府的论书告诉大家说 我们就算签完服帽 我们马政府是支持的 签的时候 我们的低阶跟初阶的劳工不会受影响 当然有被打脸嘛 对方企业花个六百万来设了之后 中阶高阶会受影响 你怎么界定是中阶高阶 这件事情当时就是有工坊嘛 没想到侯友宜现在为了要抢生栏 跟柯文哲一别瞄头 变成是服帽的推手 他现在居然加码 当天我重新还原场景 我不要诬赖侯友宜 当天的论述是大家在讨论什么 因为学用落差导致缺工 听清楚哦 学用落差导致缺工 什么是学用落差 就是我大学学的 跟我出社会做的不一样 我今天佐藏廷大学我念餐饮 结果我出来之后变成要做器官 我今天大学念法律 结果我出来之后要变成是做业务 这个叫学用落差 学用落差怎么解决 学用落差跟缺工是两回事 两回事 对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学用落差的讨论题目 我们就是好好讨论学用落差吧 你怎么来支持高教 出来之后产学的合作 是 结果侯友宜他居然做了一个 我认为是完全总统候选人相反的动作 总统候选人该做什么 告诉他说我会增加什么就业机会 增加我们本地人的就业 他居然去讲说要开放中国的留学生 未来在台庄工作 解决学用落差缺工的问题 这事情真的太离谱了 是 完全颠覆我们的三观 是的 的确 袁志远这个侯友宜到底怎么回事 过去十年前我们在评估那时候的福茂 已经对台湾的产业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结果现在侯友宜居然加码说 未来中国交换生还可以留在台湾 然后这个就业 什么所谓解决缺工问题 中国的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 现在他们国内的经济也是非常的糟糕 怎么会想出说 让中国的学生来台湾就业 福茂这个议题 就是大家提出主张 譬如说我们就是要 我们就是要福茂 好 那到时候这个可以在总统辩论的时候 或者接下来 侯友宜提出福茂哪些项目 觉得哪一些可以删哪些针 或什么之类的 可以来谈嘛 对不对 这个是总统候选人的义务嘛 也是他的责任 把他说明清楚嘛 对对对 那民进党反嘛 那大家就来看 对不对 想不想交流 或者是有没有帮助 大家来谈嘛 这是一个正面的嘛 那柯文哲就 立场就比较奇怪 就是说我现在也看不出来 他到底是支持福茂 还是反对福茂 就看不出来嘛 他说到重启啊 不是吗 没有啊 他说他也没有说到支持福茂 因为他就说 有啦 他之前说他是反黑箱 他不是反福茂 因为我有听过他们那个发言人 就是在讲说 他们政策白皮书都还没有写 怎么会有支持福茂 这件事情 目前来讲的话 他们就是要支持这个 两岸监督协议的通过嘛 那我也是觉得 这有点奇怪 对他又转功向了是不是 有啊 就是转一变去嘛 那我也是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 那你支持这个两岸 那个监督条例 你的目的 因为两岸关系条例 已经有处理政治协商的问题了嘛 那你要推动两岸政治 你要推动这个 两岸监督条例 那是不是要处理经济的问题 那你说你要推这个条例 你又不处理福茂 那你到底要干嘛 我也看不懂 他在转移交界 所以他就是变来变去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他说他当时是反黑箱 这跟我们国民党立场也不一样 因为我们国民党立场是 当时其实没有黑箱 因为那时候你们是要通过的啊 没有通过 而且黑箱一直就是忽一忽一就过了嘛 就没跟大家讨论过这家黑箱 可是实际上 当时经济部的说法是 当时有三次就跟国会议员报告 有两百多场次跟产业 产业界有做过公厅会 很多公会也都有参加 那做过充分的交流 那这个也要黑箱 那我不知道什么叫 什么叫不黑箱 为什么半分钟这样子 半分钟是因为当时这个福茂 他是ECFA的授权嘛 他是在到立法院 他是备查 他不是立法案 是不需要讨论的 所以他就念一念要通过 那当然我觉得这可以讨论 可是不是黑箱 所以柯文哲他反黑箱 立场跟我们国民党也不一样 那我认为说这就是 这样不错嘛 因为今天不是福茂公厅会 我们也没有办法 花很多时间把他讲清楚 可是至少说候选人的态度 应该是要具体 要讲清楚 那现在国民党和民众党的立场 至少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就不一样 那大家可以针对这个议题 来做选择 是在清华 因为现在看起来 侯友宇所提出的跟柯文哲 好像是很接近的 因为他们都是要福茂的嘛 但是问题是 十年前那时候 对台湾就已经造成多大的冲击 我们看到报告苏文昌都说 那个十年前对台湾会影响四百万人 然后我们看到财讯传媒董事长 谢金河都说重启福茂 台湾的经济灾难要全民承担 对 没错 我们看一下财讯传媒的 这个谢金河社长他怎么讲的 谢金河社长讲的其实非常的清楚 他就告诉你说 这个福茂的状况 他下的结论就是 全球供应链现在正在加速移出中国 请问这是不是事实 这是事实 在加速移出中国的时候 然后中国的年轻的失业率 高达20.8% 这是不是事实 这个也是事实 所以他说如果主张福茂的政客 再度把台湾的经济锁进中国里面 台湾经济的灾难 恐怕必须要全民承担 他讲得很清楚 那为什么要这样讲 你可以看到台湾的经济表现 其实在今年来看 你可以看到台湾跟中国比起来 其实哪边比较好 台湾的状况是比中国来的好的 所以你看全球股市的涨幅排行榜 这个也是谢志党发到他脸书上面的 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费成半导体是47% 台股的指数是涨了22.7% 这是切到6月19号 那个时间点的股价来算的话 可是中国你能不能看到 只有2.95% 3.99% 连香港肯定指数都是掉了1.31% 全球多数的股市你看到都是涨了 但只有中国是跌的 为什么 因为显然他有经济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 你在谈重启福茂的时候 会让大家疑虑很高 然后刚刚原子讲的话 其实坦白说吐槽点还蛮多的 第一个吐槽点是什么 当时江仪化 当时的行政院院长亲自跟美容美法业道歉 为什么道歉 因为他认为政府跟这些业者的沟通不足 如果连美容美法业的工会 都要跟你抗议的话 请问这沟通有多不足 表示你连工厅会跟这些人的沟通 跟工会你都没有沟通到 所以他才要道歉 没有沟通他就想开放了 是 所以这就是刚刚原子讲的 忽里忽涂的就想要让他过 那时候确实看起来是忽里忽涂的 就想要让他过 然后第二个来讲 柯文哲的态度是什么 你可以看哦 柯文哲的态度 这个是最新的态度 因为柯文哲变来变去 是不是告诉你说 没有没有 这只是内部讨论内部文件 但是问题是你内部会讨论就表示 你有想重启的想法吗 你不想要服帽的话 你干嘛重启来 柯文哲最新的反应是什么 他到广播的时候 那个媒体的黄伟他就问他说 先货帽再服帽 先监督条例 然后再货帽再服帽 请问这逻辑对不对 柯文哲自己说 对啊 这逻辑很清楚 请问这两句话 柯文哲是不是要重启服帽的 是嘛 他的态度看起来对服帽这件事是正面的嘛 好 那我们再讲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是什么呢 那到底服帽对于就业会不会有影响 给各位看一下 服帽对就业会不会有影响 这个是在2014年的时候 这个是当时的这个金周刊的那个内容 他里面怎么写呢 他把台大郑旧龄教授 然后跟那个时候的李淳 这个现在的外交部次长 他把他们当时的对话 然后跟这些内容做成一篇文章 一篇新闻 内容写什么呢 大家的疑郁的部分是 你只要投资有20万美金 等于台币差不多600万左右 你就可以请负责人 有经理人 有主管 有专家 那你知道这四个都可以到台湾来 请问经理人不是劳工吗 这专家不是劳工吗 主管不是劳工吗 他当然也是劳工啊 他又不是资方的那个负责人 你说负责人算资方 我还相信 请问专家是什么 然后你再看第二点 专家他怎么解释呢 注意看哦 当时的疑虑在这边哦 所谓的专家不限取得专门职业证照者 所以当时郑九零教授就说 没人能保证 他们会派谁在这里 没法专家 每天帮台湾的老百姓洗头先洗脑 这也叫专家吗 然后你想想看 这个就是一个后门条款嘛 你用专家的名义 他又不需要取得职业证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在质疑说 你这时候提出来 会影响到台湾的就业 而且我们再给大家看 你从开放的项目来看 他还会影响到台湾什么 两个部分 产业加就业加资安 什么意思呢 刚我谈的是就业机会 你看当时我们讲福茂 要对中国开放的项目 提到电脑的相关的服务 安装电脑硬体 软体执行服务资料处理 请问这个不会有资安的疑虑吗 这个不会有国安的疑虑吗 而且我们刚刚是不是讲 对产业可能会有疑虑 为什么 因为这边还提到 我们刚刚提到 最简单的洗衣 染法 美法 这些你也要开放 请问这个部分 对产业不会有冲击吗 所以这些部分都会有冲击 但是你看到的是 柯文哲提出了福茂这个政策 侯宇还加码 还加码说 要开放中国学生 在台湾留学的时候 然后后来就直接 衔接就业市场 仲将你知道这为什么奇怪吗 我们的政府坦白说 对于就业市场 对外国人来台就业 是有规定的 但是目前没有开放 中国人来台湾就业 那这个部分坦白说 如果是中国学生来台湾的话 你知道我们规定的 薪资门槛是多少吗 我们规定是要 47971薪资 达到这条件以上的外国人 才能来台湾就业 那你就算要开放中国的话 我请问 哪几个中国一般的学校 在台湾念完大学毕业之后 他就有这个薪水 所以侯友宇提出这个呢 他只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这是假议题 因为一般中国学生 来台湾留学之后呢 毕业根本不可能有这么高薪资 第二 除非他是有特殊任务的学生 要不然的话 他怎么可能来台湾 一取得学历 他留下就业 他就可以高于这个薪资 所以侯友宇跟柯文哲 抛出这个议题呢 以台湾的经济状况 跟台湾的现况来讲 都会让人家觉得是不可思议 是 明峰姐 我们说重启服贸这个议题 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 就是国际局势 整个国际情势 现在都在脱中 所有的国际级大界 都要脱离中国 结果现在我们看到 柯侯两位的总统候选人 竟然要想把台湾锁进中国 对 这个是很令人觉得很诧异 因为服贸来讲 其实是一个过时的法案 尤其是你过去的时间点 台湾的经济上面 可能比较弱势一点 然后这个中国 刚好在这个所谓起飞的阶段 那时候中国是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 对 没有错 而且当时的中美关系 也是和谐的 所以说我们就是有一堆人 要推这个服贸 那我们那时候的意见 即使是这样也是一半一半 那到最后也是在审查 但是审查是因为过程问题 所以才没有过嘛 但是如今你时空转移到十年之后 世界局势已经改变一塌糊涂了 那个美国的那个国会员 就千万不要跟中国做生意啊 而且这个依照苏贞昌公布的这个 服贸内容很多是要赛地点的 如果你服务业可以交换 我们的港口可以交换 让你服务的话 我们是以狼入室吗 那你简直是 现在美国布林肯去中国访问 中国什么都不谈 就跟你谈台湾问题 问你台湾的这个大选 你美国要支持谁 那你现在如果你开放这种服贸的话 他管你做生意 他会派一堆间谍来这边做国安的工作嘛 这根本就是现在来谈这个东西 根本就是违反国安的这个意识跟条款 跟威胁国安嘛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 如果你要说货帽 我们还可以谈一下 因为这个东协五国 这个货帽的进口免关税 我们货帽上面 如果只是货物的交流 免关税上面 还可以再谈一谈 但是如果你要给我谈服贸 我跟你讲你不必了 我觉得现在的国家安全 就守了这条线 如果你放人进来 然后这个从事在各行各业 这个流来流去的 天哪 那你还要什么国军吗 三五两天就被这个什么情报 还有什么都收集完了嘛 现在的服贸是国安问题 不是经济问题 我觉得这些这两个阵营的人 他们到底有没有把台湾的主权 还有台湾的国家安全放在心上呢 随便的乱讲 然后这个克文哲只是很很肤浅的 想要去抢这个所谓深蓝的选票 可是你要知道 他这一招是打了自己的基本盘 年轻人 对年轻人 我跟你讲 年轻人不管是两千年之后生 这个生的 或是两千年之后之前生的 我告诉你对服贸 服贸的时候他们只有十岁 根本不晓得服贸是什么东西 但是只有知道说 就是要跟 三十岁以上的应该有印象 对 就是跟你这个大陆要合作 那请问一下 然后又要开放中国的学生来这边就业 那你觉得年轻人会支持这种法案吗 所以他打了自己的基本盘嘛 所以说我 我就请问你 克文哲是怎么样 除了深蓝票之外 你是不是要向谁示好 你是不是又要跟谁要钱 我觉得佛伦你为什么在这时候 莫名叫推一个什么服贸 你还说你说不要 那你为什么要通过两岸监督条例 两岸监督条例不是监督货贸跟服贸了吗 够了吧你 好 再来关心俄罗斯 佣兵瓦格纳集团发动叛变 但仅有一天 这个就草草莫落幕了 然后首脑 这个普里格基 兵变之后 一度传出失联 那二十六号的晚上 终于出声了 他表明这次的行动只是抗议示威 并不是要推翻普丁 那另外在普丁方面 他也说 这起事件 他也向全国发表谈话 他说瓦格纳集团 绝大多数的成员都是俄罗斯的爱国者 然后组织叛论的人 在背后背叛国家 跟人民之后 也背叛了他们 然后克里姆林宫 稍早也宣布 在卢卡申科的居中斡旋之下 这个首脑会被送往白俄 要请教余将军 现在的这个情况 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形呢 是普丁要把这个首脑 杀头示警吗 还是背后有什么样的利益纠葛吗 这个瓦格纳 这个傭兵集团 是谁养大的 普丁养大的 对不对 从2014年 从包含了克里米亚 包含了顿巴斯解放 几乎都是这个瓦格纳集团 在做的 所以要枪给枪 要弹给弹 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没人给囚犯 反正全部都是普丁给的 那现在呢 这个瓦格纳集团 普里格金 他长大了 其实他不是长大 他讲的是 我没有要背叛普丁 我是亲军侧 普丁身边很多 克文哲口中的那种动物 在旁边那边跑来跑去 对不对 让整个俄罗斯 民不聊生 我们在前线 打仗的这些瓦格纳士兵 还有俄罗斯的军人 不断的牺牲 不知道为谁打仗 就是这个国防部长 这个参谋主长 在乱搞 所以我要北上 我要到莫斯科去 我不是要推翻普丁 普丁亚包养大 我怎么会推翻他呢 我叫清军侧 对 清军侧是真的吗 这骗人的啦 就是要造反啦 不是呢 要造反发现一件事 你的钱在人家手上 你的家人在人家手上 普里格金的家人 普丁控制住了 有把柄 对 就跟金庸小说里面写的一样 一个武功高强的高手 当你的家人 被人家控制的时候 你弱不禁风啊 你就是最弱的 所以普丁怎么办 他没得选择啊 没得选择 人家普丁给你个台阶下 你就吓了吧 可是呢 普丁怕不怕 我告诉你 吓死了 普丁真的吓死了 他不知道他养虎为患 这个虎还真会咬人 他以为这个虎 只是到乌克兰去 要舞杨威一下 到整个顿巴斯地区 嚣张一下 想不到他反过来咬我 而且还真的会咬人 而且当这个虎 经过的锁在地 你想想看 24小时 1000公里耶 直接1000公里 差200公里就到 莫斯科了 普丁吓死了 那怎么办 你认为他会放过普里格金吗 不会的 绝对不会放过的 他说无罪 无罪是那些士兵无罪 他说他撤销 对他的武装判断的指控 然后说我感到士兵呢 也不会被起诉 真的吗 他撤销士兵 为什么你知道 士兵很好处理 这个普里格金 他一定会处理 手脑一定要处理 一定会处理 送到白俄去 不是拘禁 就是消失 那这些士兵呢 瓦格纳士兵怎么办 直接化整为零 散步到俄罗斯各个部队去 对以前我们在军中 遇到调皮导弹的这些老兵 最好的方式 那三个老兵 五个老兵在一起 哇声势大的不得了 连班长都不敢管他 怎么办 把这三五个老兵 把他打散 分到全旅 各个不同单位 一个单位摆一个 打散了就不会作乱 对 你在那边团结在一起 有力量 把你分散到各单位 全变菜鸟 你再了不起你一个人啊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这瓦格纳 两万多个士兵 直接解编 分到俄罗斯 反正俄罗斯这么多部队 一个部队分一个 他怎么作乱 对不对 旁边没有伙伴 上面没有命令 说句实话 东南西比都分不清楚 等到你打算作乱的时候 你搞被人家整翻了 所以俄罗斯的方式 那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习近平看到 这个普丁面临的状况 因为清军策 听说现在在中国 变成一个敏感词了 因为普丁被整的方式 习近平想 还好我没有佣兵集团 对 还好你没有佣兵集团 你的解放军整个都是佣兵 为什么 他拿到什么信念 他是为钞票为钱的 这些解放军 进入解放军工作 是为什么 他等到四年五年 他安全退伍以后 可以到省城 到省里面安排个好工作 所以解放军是 他投入公职 投入党职最好的媒介 所以这些人 换句话讲 那叫什么 那叫做 那叫做这个期约买票 叫做期约找工作 解放军不是真的来打仗的 不是 他是为了升官发财的 对 他是为了要来通过这个跳板 证明他的忠诚 然后进省党部 进这个各式的市党部 去工作 去赚钱的 所以解放军 哪一个是要去上命的 没有啦 没有真的要去打仗 要去打仗 但是当这些人手上有枪杆子 当这些人发现 整个习近平把他们当工具 或者是以后你退伍以后 你的工作跳票了 这糟糕了 那这 你可以要我去 持续自由四年 但是你不能要我的未来 你当你让我的未来 跳跳的时候 这些人就跟网民大一样 他整个解放军 都没有必须 他要做 谢谢你